嗨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10點多了 我現在準備要去買早餐 花生寶貝 預言寶貝 咳咳 你要吃什麼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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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吃太多 又要麵 又要奶茶 又要起司蛋 每天早上都是我去買早餐 因為他 他 他 起不來 欸 你起來了喔 快點啊 起來吃早餐啊 笑 我們今天要整理我們的工作室 花生 花生在踏踏 你們是不是講話 有 花生在踏踏 你看花生在踏踏 他沒踏了 你在踏踏 你在踏踏 早安 又不會等一下洗澡 你又沒洗澡 還好 你這樣拔 你這樣腳的床上都會髒髒的 你看滿滿的屍體 有看到嗎 好 我要去吃早餐了 為什麼你自己是蔥抓餅 這是蛋餅 我要吃蛋餅 我明明就說要餅的東西 我什麼時候點這個的 早餐店出錯了 早餐店出錯了 你吃麵 你都沒吃過麵 我想吃這個 你吃什麼蛋餅 卡拉雞 那我的 對 我做這個 我記得 起司湯 這個也好吃啊 我可以幫你吃啊 奶酥 奶酥好吃啊 我吃一口 吃 我喜歡吃奶酥 一天沒有用課結束 我都會吃奶酥 蛤 我不喜歡吃蘑菇麵 沒有不喜歡啦 你就接受它就可以擁抱它 啊 你剛剛說你要吃麵的 你借我說蔥抓餅 好猴啊 你是不是在點巧克力 好吃嗎 還不錯啦 對啊 它的奶酥蠻好吃的 它是不是有椰子粉 有 奶酥都會有椰子粉 我不喜歡喔 I don't like椰子粉 你說 對啊 I don't like椰子粉 You don't like I don't like 沒錯是 I don't 你很喜歡 好啦 現在我們準備去買櫃子 然後後來就回來 整理工作室 欸 為什麼要穿那麼黑啊 你今天整個 你不覺得有一個小當家的感覺嗎 你有看過小當家嗎 不是小當家嗎 我不是小當家 那你叫做 嗯 沒有 我只想說你這樣穿 你整個都黑啊 我整理看起來很黑嗎 你覺得 為什麼 因為你被光啊 為什麼你在吃熱狗吧 很黑啊 很餓 好好吃喔 嗯 好的 我們現在到家了 我們現在呢 要來規劃一下 工作室的部分怎麼整理 整理 空派的地方 怎樣 這邊的東西九層都是你的 帥喔 我看一下 這是你 喔 喔呦 很帥耶 那現在 有鬍子還是比較好看嗎 不要 不要有鬍子 你把你那個東西形成的 我把垃圾剪掉喔 我把垃圾剪掉喔 垃圾剪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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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是晚上12點03分 突然想到完蛋 我今天有一個工作室要拍攝 是要拍 怪蜜開箱是保養品系列 結果 我現在正在試麥當勞 好乾脆 等一下 洗完澡呢就先來錄我的 臉部按摩 然後跟我的腿部按摩有哪些 剛好大家現在正在看這支影片的話 就可以 好那洗完澡了 現在到了我的按摩時間 這也是大家私訊問我最多的問題 就是關於臉部的按摩的穴道 跟我腿部按摩的穴道 每天晚上都會怎麼做 第一個呢就是我洗完澡之後呢 我通常都不會把我頭髮先吹乾 為什麼 你怎麼了 你跳上來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唉唷 好包包的小朋友 唉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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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我頭髮先吹乾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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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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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棉醬拿了之後呢 黑頭粉刺等等 你可以在旁邊這樣畫圓 繞圈 你就會發現你的黑頭粉一天一天在變少 就不用這樣子去擠它 反而會讓你的毛細口變大 齒關節的地方 然後梳開 從下面這樣往上 這樣子梳到耳朵的正下方這邊 然後揉一揉 再從耳朵這裡下方這樣往脖子這樣 上面 一按 那這些力度呢 都不要太大 不然你很容易長皺紋 往外給按開來 這樣子 把肉給往外給按開來 你不能往內喔 你一定要往外 這樣子我們臉部按摩就完成了 腿部的按摩呢 之前愛用分享小巫 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就是阿嬤的地方 然後你看我都是這樣子 屯一整尾的 這個對我來說我出國是必備的 另外是我們一個禮拜大概會用的 三到四次 開腿合腿開腿合腿 開腿呢 開到最開 可以拉到大腿的筋的感覺 然後我會做個大概50下 按摩穴道呢 一定要擦乳液 而不能直接乾按 你一定會摩擦到破屁 我之前呢是用腿部按摩霜 這個也是阿嬤的配方 本身就有附一個滾珠 但我不習慣這樣用 我都習慣滾珠 另外這個頭呢 分開 擠一些乳液在手上 直接磨在腿的部分 它是精油 它沒有添加任何香精 所以呢它是 孕婦也可以用的 往上滑 欸 麻吉你擋到畫面了 等等喔 這樣按的時候就會比你平常用手指曬按來的 省力很多 然後同時又可以按摩到 你看內部的小腿結 這邊 對 其實我自己從這個角度看是非常明顯的 以前減肥的時候 最難受的就是什麼 大腿 大腿的話大家最容易看得出來 欸你變瘦的感覺是什麼 大腿的縫隙 大腿這邊呢有一條叫膽巾 就這樣敲 你敲的時候 會非常的痠 紅燈等等的 就會在那邊一直這樣敲 我會多按摩膝蓋的部分 這樣走吧 這個滾珠的用處我覺得最好的是 不是在小腿而是在大腿 有沒有看到已經太紅了 上次全一條嗎 但是絕對不可以去弄到歐青 有些人按摩按得太大就很容易歐青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貼上你的竹貼 它呢 除了是吸水器之外 等於是消水腫的意思 如果有跟我一樣是很容易水腫的人 來 腿啊你不知道我要貼 好 字的地方是朝下黏住的 很多人說什麼 蛤 葉琳我看你的影片那時候 10月按分享小物然後買了結果沒有用 原因是 它貼錯片了 它貼錯片了沒錯 所以一定要記得貼好貼對邊 好啦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的 每天睡前會花差不多有 30分鐘 包含了臉跟腿部 像我自己是一個非常 魔性按摩的人 所以我會用借力實力用按摩器 再來呢腿部的按摩就是 之前一直分享過的就是阿嬤的配方 隔天早上看到整個腳貼 滿滿的都是濕的時候 會特別的爽 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的 仙女排水霜 好啦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的 睡前按摩 然後今天一整天也就是到這裡結束了 OK 那就這樣啦 掰掰 到這邊呢臉部按摩結束 身體的按摩都結束之後 我才會去吹頭髮代表 吹頭髮就是我一整天的結尾 我才會正式去睡覺 這樣皮膚呢也吸飽水啦 然後也不會因為吹頭髮而影響 對 這是我自己的小PayPal 跟我晚上睡前的按摩 分享給大家 算是滿詳細了吧 很詳細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嗎 應該是有的 我們下一集通知情侶見 掰掰 掰掰